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了解她了之后你会发现她是温柔幼稚小孩 我今天正式通知你 我没有女朋友 我能感觉到城里的温度 这一刻我想握住她 你的生活里必须有我 我想光明正大地照顾你 爱你 那你觉得这个角色跟你想象的地方在哪里吗 都一样 因为我也是那种就是外表可能给人家看起来冷冷的 不好接触的 但是呢 了解我之后会发现 我也会 其实我是个很逗的人 然后我是一个 我觉得自己还挺细心的吧 挺温柔的 然后也很幼稚 有时候也很像一个小朋友 那这个逗 然后细心 幼稚 分别体现在什么方面 那给大家举些例子呢 就逗的话就比如说这次拍戏的整个过程嘛 就我基本上属于气氛组的 在组里面 就反正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 细心 其实我也不知道 有些人跟我讲说我挺细心的 你自己觉得自己细心 就我自己觉得 那别人说那是 可能有点细心吧 你很幼稚呢 幼稚 就是我很多行为就很像小朋友那种 那这次跟蒋梦杰合作 就是当时对她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她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姐姐 然后人挺好的 也很好接触 对 然后她也有教我很多东西 还请我吃饭 挺好的 那因为你和蒋梦杰在戏中有非常多的亲密的戏份嘛 大家觉得很甜 就是你自己拍这些亲密戏份的时候 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之类的吗 会 因为那个时候跟蒋梦杰 他 就是我跟他就是刚认识 然后呢 第一次拍文戏 就是有点尴尬 会害羞 然后一直在笑 对 还有点害羞 那这次因为成立和令星星之间的恋爱是姐弟恋吗 你怎么看待他们俩之间的这种感情 我觉得 很正常啊 我觉得可以接受啊 对啊 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啊 在我的感情里面 嗯 我觉得 不超过十岁都没什么问题吧 那所以跟姐姐谈恋爱会有一种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比你大的人跟你谈恋爱 他在教你东西的时候 这些东西学过来之后 对一生都很有用了 所以在生活中你是一个会撩的男生吗 就是我的脑子里面可以想象出那种画面 也可以想象出该说的那些话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过 因为我没有人给我这么做 我总不能天然在家里面对着自己 那也可太奇怪了吧 哈哈 因为记忠说有很多的东西 比如什么壁东啊床东啊各种东西 你会觉得哪一种你个子最喜欢 我觉得沙发那个还挺好的 因为主要是壁东 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有点高 我一壁东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我壁东的时候 因为我的手有点长嘛 我就觉得我跟他离得好远 因为人家壁东都是好近 然后我壁东的时候就 就好像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壁东对我来说 好像不是很舒服 或者是 我还有一个很喜欢是 就大家觉得壁东好像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壁东是 我把整个人靠上去的那种壁东 因为那样子 离得近嘛 因为记不记得名字叫 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吗 你觉得男生在做什么事 会比较容易引起女生的注意 阳光自信 三发秘密 就好了呀 那女生做什么事 比较容易引起你的注意 一品好 自信 不如你捏捏 我就觉得很 我就会觉得很吸引我 那你觉得你自己 就是比较受女生喜欢吗 问这种问题真的是讨厌 会吧 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 就是也会有一些了 哎呀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 是校草剧别的 那时候我没有这个概念 上学的时候不太懂这个东西 然后 对 就一心勤奋刻骨度数 并没有 哈哈哈哈 那当时是什么时候 有了想要做艺人的这个想法 有艺人这个想法 其实从上初中快毕业高中的时候就有了吧 我觉得我挺喜欢的 就是很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盲目的喜欢 那时候很小啊 那时候就是本来就是对未来很迷茫的一个时候 我就觉得我现在也很庆幸那个时候就是 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我很庆幸我当时选择这个是我喜欢的东西 那我既然坚持下来了 它也确实是我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后悔 我很开心 因为有注意到你从那个节目上下来之后就去了山下学堂 对那其实等于是从偶像转到了演员的这条道路 当时为什么没有想说我继续去参加选择或者继续走 我想要做演员 嗯 其实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自己身上的伤吧 伤太多了 然后呢 就是我的腿伤从创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有好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我 算是一个一个坎吧 还没过去 然后后来又觉得其实当演员我自己也很喜欢 因为因为本来当偶像这个事情 我我就是觉得是个巧合 然后我就成为了一个偶像 其实其实我的初衷是我想拍戏 我喜欢演戏这样子的 嗯 就所以创造型当偶像这个事情也是挺巧的 那以后还会回去重新做偶像吗 嗯 我觉得我的受众应该倾向于演员吧 如果 我当然我唱歌和跳舞我不想拉下 是因为我觉得 我是个新人嘛 就是要学的东西有很多 不光是 表演啊 就是我觉得唱歌跳舞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可以加分的技能嘛 因为现在也有了很多的swit嘛 粉丝对 会有一些偶像包袱吗 还好啦 其实我真的没什么包袱 就公司管着我啊 公司管着我让我有包袱 所以我不能没有包袱 那你现在做演员了 你自己有想要 就是对最未来演戏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或者想要期待最终的什么样的演员呢 其实我很期待自己 什么时候能演一次打戏 动作戏 然后呢 就是 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规划或者是什么吧 我是觉得就是 一直充实自己 让自己好好的 一天比一天更好 学的东西越来越多 更丰富自己 然后 保持一颗 谦虚的心 然后一路 自己平平平平的往前走 那会有自己的偶像吗 比如说想成为谁那样的演员 张国荣吧 那接下来还有想要挑战的这个角色类型吗 嗯 狠角色 就是那种 类似于杀手之类的那种 可以出去做任务 杀人 大获全身 还可以飙车 多开心 那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词 嗯 幼稚 如果是别人看 那就是 冷冷的 酷酷的 然后 现在要留给粉丝介绍 所以 说呢 coloca 说 对 说